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子县国土面积1029平方公里 总人口37万 辖14个乡镇办事处 399个行政村 两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领导下 张子县致力于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 高点定位通筹推进 城乡面貌发生巨变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高点定位规划引力 城乡环境改善科学规划是刚 张子县站位高远 聘清北大 清华 中规院 中建院 中国美丽乡村设计院 等20多家国内一流设计单位 编制完成覆盖全线的城乡建设 产业发展 土地利用等多归合一 控制性降规 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节点城市设计方案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规划 确立了主体功能区 划定了生态红线 土地红线 城市边界红线 产业布局红线 完成城乡通道沿线 103个重要节点 7个急镇和重点村的 总归和控归 被确定为山西省多归合一 试点县 城乡一体化通筹发展 是长子县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特色 以县城人居环境改善为切入点 关切群众急需期盼 城市建设坚持规划 融资 征收 建设 管理 五位一体统筹推进 拉出了一区 两线 四环 六纵 五横 多点多片的 城市发展框架 启动实施 总投资100多亿元的 60多项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和城中村棚改工程 完成征收3000多户 70多万平方米 融回资金30亿元 2016年5月 全市城市建设 长子现场会和农村五道五制观摩会 为长子的城乡环境改善注入了新动力 一年时间 长子县高标准建成了全省第一条县级6.1公里地下综合管廊 终结了马路拉链 空中猪王等城市并 班珠大街和南北大街两条县城主干道正式建成通车 搭建起纵横贯通的城市交通枢纽 磁林大街市民广场改造 环会堂道路及周边环境整治等全面竣工 全省最大的棚改项目 同府新村加紧施工 明年6月 回千户将洗千新居 以城代乡同步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以五道五制为突破口 加快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步伐 按照市委、拆、整、建、管各阶段要求 创新举措和目标 开展实拆、实整 从道路为建 向空心村小散乱屋企业致力纵深推进 拆后空地建设统一规划 着眼长远 坚持命留空白 不留遗憾 城乡管理同步推进 组建综合执法队伍 加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 和天网工程建设 城乡卫生实行 全天候保洁 全覆盖清扫的垂直一体化管理 产业发展 作为人居环境改善的财力支撑 强力推进 谋划了工业五大集群 推进开发区建设 和东湖新区联动发展 互补发展 融合发展 推进了服务业三大增长级 特别规划建设了三十万亩连鞘 十五万亩优质蔬菜 五千万投资 勤处养殖 农业三大基地 实施产业脱贫 增加农民收入 优化结构提升功能 张子县高度重视 人居环境的结构优化 和功能提升 优化商业布局 规划一区五管建设 实现商业分类规模经营 优化教育布局 整合教育资源 组建新长子一中 谋划建设三十轨制新高中 全县学校总数由一百零三所 调整到八十二所 优化道路布局 近两年 全县道路总里程 达到一千一百多公里 开工建设 长林高速连接线 和长子至长制快速通道 注重功能提升 建成多个道路节点公园 城市广场 县医院住院大楼 建成投入使用 新门诊楼 地下停车场年内建成 启动中医院 富有中心改造提升工程 新建县职示范幼儿园 招生开学 同等标准幼儿园 全县达十一所 新建新东方红小学 县职小学 今年秋季 投入使用 新长子二中 年内完成主体工程 供热 供气 饮水工程等 城乡基础设施 同步完善 人居环境改善的过程 是两学一座 在长子的生动实践 2016年 长子县在全市经济发展 综合排名中 位列第一 长子的城市在变 长子的乡村在变 长子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 更在变 勇担当 能担当 会担当 未然成风 想干事 能干事 会干事 风起朝涌 人心思进 人心思变 人心思干 化作新常态 创新的理念 担当的精神 五十的作风 成为广大干部的 新风尚 今天的长子 天蓝 地绿 水清 三十七万单珠儿女 心疏 气畅 人美 这方有着厚重历史的千年古线 必将璀璨出新的光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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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